沙爹是中国菜 来自马六甲的沙爹是郑和海军上将的船上厨师现场制作的 沙爹的传说是这样的 当郑和将军访问港口城市马六甲时 苏丹邀请郑和将军到他的宫殿共进晚餐 晚宴期间 讨论的话题之一是食物 苏丹提到他想品尝一些由海军上将的厨师烹制的菜肴 恰巧将军的随从里有一位船上厨师 将军要他尽快做一道菜 由于当时厨师没有做好准备 身上没有带任何炊具 他走进皇宫的厨房 看看他需要什么 他把一些鸡肉和牛肉切成丁 腌制一下 然后在每根竹签上串上三块肉 在明火上煮熟 完成后 厨师将这道菜呈献给苏丹和海军上将 两人都非常喜欢这道菜 坚持要求厨师多准备一些肉串 吃完后 苏丹问这道菜的 厨师被上将问起时愣住了 因为这道菜是他刚刚做的 由于他只会说闽南鱼 而且他在每根棍子上串了三块肉 所以他只是说sarty 意思是闽南鱼中的三块肉 这就是沙爹的由来 闽南鱼有理由头脑发热